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無線的掃描儀 所以我只要帶出去 我並不需要攜帶我們的電腦 我就可以完成一個快速的掃描 特色是它的成像的速度以及品質 非常的好 並且它可以在像這樣的一個 電鍍的表面進行一個快速的掃描 大家好 歡迎回到TCMIC 那我們今天在Tim Toss現場 邀請到時威國際的Jack 那Jack近年來 沾滴電影的發展 讓逆向工程盛行 今天是有帶來一款好上手 且具有指標性的掃描儀 大家好 我是時威國際台北設備工程部門的Jack 今天第一台給大家帶來的掃描儀 是我們的RTEC Leo這台設備 這台設備它最大的特色在於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無線的掃描儀 並且內建500G的容量 所以我只要帶出去 我並不需要攜帶我們的電腦 我就可以完成一個快速的掃描 並且再將這樣的數據 帶回我們的公司去進行後處理 各位可以看到 在掃描機的前面是它的鏡頭 後面呢就有一個很大的螢幕 讓我在掃描的過程裡面 是可以很直接的去觀看 我掃描的進度 以及完成度是如何 那剛剛您有提到 RTEC Leo上面有一個觸控式的螢幕 這樣的配置可以帶來什麼樣的優勢 這樣的優勢在於說 一般我們在掃描儀 掃描的過程裡面 如果我們在接電腦的狀況之下 我們常常可能會邊看電腦邊看掃描儀 造成我們容易分心 那這樣掃描的過程 也會讓我們的品質 出現一定程度的差異 但如果今天我可以在很直觀的狀況之下 我看著掃描儀 並且看著我的物件同時做掃描 我就可以確保我掃描的過程是非常順暢 並且我的物品是具有一定的品質的 剛剛我們是一個比較好上手的掃描儀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深入一些狹窄的場域 或者希望針對一些較小的物品進行掃描 那社會國際有什麼樣的解決方案嗎 好 謝謝主持人 這邊我們帶來第二台的掃描器 這一台是我們的ScanTech品牌裡面 最小的一台掃描器 它的型號叫做ScanTech的SyncScan 這一台掃描器呢 它是市面上目前以手持來說 算是最小的掃描器 但是它的精度卻可以高達一條的精度 並且它具備了三種不同的模式 第一個是大面積的快速掃描模式 第二個是高解析的表面精細模式 以及最後一個是所謂的深孔掃描模式 並且它的深孔的深度呢 也是業界之冠 除了這種入門很友善 我們是不是還要展出適合大型物件 通常用在航空、重工等行業的掃描儀呢 第三台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 適合在大型的重工業 機械加工、船舶、氣機側 以及高溫高壓的危險環境 所適合使用的掃描儀 就是我們的ScanTech系列的TrackScan 掃描器呢 它非常適合在一些可能不需要貼點 以及非常惡劣的工作環境下 進行一個快速的掃描 並且它的精度也高達兩條的精細程度 剛剛你有介紹TrackScan跟SimScan 那它打出來的藍色交叉的光 是什麼樣的特別的功用嗎 我們的掃描器不論今天是TrackScan 還是SimScan的部分 它所使用的都是藍色的第一公寓雷射 這樣的一個雷射 它的特色是它的成像的速度 以及品質非常的好 並且它可以在像這樣的一個電鍍的表面 進行一個快速的掃描 一般我們在業界的常識來講 像這樣的物件 我們可能都是需要噴消光的白粉 但是在我們的設備上面 這樣的物件我們是不需要噴粉的 我們可以直接做一個快速的掃描 那我們在ScanTechTrackScan上面 還有一個配件是eTrack 那這樣的配件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效果呢 那eTrack它是跟我們的TrackScan 這台掃描器做一個搭配 剛剛我們有提到說TrackScan這台設備 它是不需要貼點的 適合應用在一些比較嚴苛的環境 但它為什麼不需要貼點 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台像這樣的追蹤設備 在我們掃描的過程裡面 它可以追蹤我們的掃描器上面的點位 所以我可以達到不需要貼點 但是同時它的精度 卻是一至兩條的精細程度 那據說TrackScan還可以搭配機械手 進行自動批量的檢測 這是怎麼操作的 史惠國際有哪些服務 不論今天是TrackScan SyncScan 我們都可以搭配UR 斜座型機械手臂 兩台不同的設備 手臂跟掃描器 進行一個連通 我們有專用針對的軟體設備 可以將兩個設備 做一個完整的整合 以便達到自動化掃描的優勢 Jack 我們在掃描器掃描之後 檔案是可以直接進行3D列印的 但是如果我要上到加工機 沖床 我們都需要重新建模 這是要花最多時間的地方 那史惠國際有沒有 什麼樣的服務 可以減少建模的時間 好 我們在史惠國際 有提供一款非常實用的 逆向工程專用軟體 叫做Geometric DesignX的部分 那透過這樣的軟體 我們就可以直接 針對我掃描出來的物件 做一個高幀度的還原 並且它的精細程度 是可以達到調節的精細程度 可以很快速的 很便捷的 很易於使用的狀況之下 就可以去逆向出我們掃描的物件 並進行後面的拆圖動作 今天我們介紹了很多不同的掃描器 Jack可不可以幫我們統整一下 推薦大家使用什麼樣的掃描器 好 第一台我們的Leo Leo它比較偏向在文創領域 或是非工業使用的領域 會有一個很好的畫質呈現 並且它有一個最大的特色是在於 它擁有顏色支援的這種能力 它可以在掃描的過程裡面 一併把它所掃到的環境的顏色 全部都捕捉進去 所以在比方說像博物館 或是一些形式偵查案件的現場 或是說像古董、建築業 或是藝術品、雕塑 都非常適合使用我們的ArtecLeo 那在SynScan跟TraceScan的部分 它們都屬於加工機械 這一個方面的掃描器 那它們的精度還是一條 一台是兩條 那SynScan各位可以看到 就它的體積而言 它適合掃描的物件 就是比較小型的物件 或是一些具備 可能我需要呈現 聲孔品質的物件 那在我們的這個TraceScan的部分 它就適合在工業環境下 比較大型的物件 比方說飛機 比方說像船舶、汽車 或是航太等等 我可能需要掃到整台設備 整個移動的載具 或是船等等的 我們就可以使用像這樣一個設備去進行掃描 總而言之 我們的SynScan跟TraceScan 它是適合機械加工 重工業 模具鑄造 等等相關行業的應用